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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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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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来看最后一节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新闻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板块也是有拉升 截至发稿 珠海港 广州港 盐田港等板块均是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 消息面上 澳门财政司司长梁维特透露 作为澳门和广东省合作参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中一个切入点 已经完成规模为2万亿人民币合作发展基金的工作 将尽快签署有关的协议并全面启动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节目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订阅